给朕说 皇上啊 是臣妾无能 若不是永齐 皇上和臣妾都还猛然不知呢 怎么了 永齐 儿臣请皇阿玛 皇阿娘万安 永齐啊 究竟何事 回皇阿玛 儿臣尽于初入养心殿 发觉有太监在洒扫石 蓄意接近 神色有益 儿臣便留了心 果然查出此太监探听消息 偷偷记录药物 私下向宫外传递 哪儿的人 儿臣查了 是玉娘娘安排的 大胆 竟敢这般切知国事 除此之外 儿臣还发现玉娘娘一些 偷偷运进宫的药物 且那些药物 私有不多 什么药 有何不妥 儿臣请了江太爷来说明白 儿臣不义在旁 先行告退 大胆 一桥 为 wollten 他的您 这个 来 你的 你说吧 这究竟是什么 回皇上 此乃男女于庭之药 药力极其凶猛 有毒无毒 回皇后娘娘 微臣查验过 幸好无毒 不过一旦使用 急易上瘾 对身体损害极大 幸好无阿哥发现的草 还不曾用到皇上身上 虽然不曾 用在朕的身上 但有此心 也是阴度险诈 之后皇上的饮食用药 要格外仔细一些 是 下去吧 微臣告退 皇上 这次的事儿 亏得永齐纯效细心 龙体才未曾受损 可这究竟是国事 要不要臣妾 去请玉妃来问话 不必请她过来了 朕自己去看看 请 药折将至 一后桃花 二后地躺 三后强威 这二日子过得真快 一眨眼功夫 永齐也出宫开府了 永齐也成婚一年多了 听说 永齐不大眷恋那些福晋们 会不会是皇上给她挑的那些福晋 不够合她心意 过几日再给她挑几个侍妾吧 不过永齐 也不像是单于儿女私情的人 是啊 再怎么说 这些侍妾格格们总不比福晋 永齐倒可以挑她自个儿喜欢的 嗯 一后海棠 二后梨花 三后木兰 虽然说 宫中已经百花盛放 但异域的奇花异草也属难得 姐姐 你是否听说了 赵惠将军从韩部带回来一位公主呢 能让赵惠将军千里送回来的人 一定非同一般 听说今日韩部送来一个什么美人 也不知道能有多美 这韩部女子 对平头正脸的 都倒是美人了吧 令婷娘娘所言极是 这赵惠将军大张骑士 这赵惠将军大张骑士 不知道究竟是何等人物啊 皇上 赵惠将军带着韩部公主在外头候着了 嗯 来 奴才给皇上 皇太后 皇后请安 启禀皇上 奴才奉命护送韩部公主入宫 现在已将公主待至殿外 赵惠将军一路辛苦 带她进来吧 是 来 把殿杀摘掉 皇上 太后 韩部的相见公主 愿为太后和皇上献舞 望公主义舞 表韩部对太后皇上的静慕之情 皇上 皇上 皇娘可愿官太义舞啊 哀家未曾见过韩部舞蹈 乐意一关 好 赐座召会将军 谢皇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含棋 对不起 我活着不能和你在一起 但我的灵魂会与你相聚 拦住他 护住他 含氏 你真以为御前 就能让你为损欲为吗 含棋是你何人 你为何要为他训死 含棋是我未婚的夫婿 未婚夫婿 回皇上 回太后 韩相见公主之前确实曾有婚孕 但此婚约早已取消 所谓含棋也已身死 这含相见公主 她至今还是未嫁之身呢 虽然未嫁 可我永远是韩棋的未王人 韩棋对我一片情侦 若不是因我来这里 她又怎会一路追我而来 又怎会遇到雪崩 被冰雪陌生而死 韩棋已死的确可惜 可是你也该明白 你父亲送你入宫 是为表和睦之意 你如今为了韩棋企图训死 岂不是辜负了你父亲的心意 变成不孝不治之人吗 韩相见 哀家知道你伤心 不过人已去了 你若再行什么不治之举 只会害了更多活着的人 皇娘所言极是 韩相见 这些人 朕知道你伤心 今日的事情 朕不会怪你 相见公主一路封尘辛苦 又兼饱受惊吓 哀家让人替你在京中 安排一个宅子先住下 隔几日 皇帝会给你一个外命父的名位 让你以尊荣之身 回到你父亲身边 好 皇娘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韩氏即刻入宫 玉华 带韩氏到成乾宫去更衣沐浴 好生歇息一下 是 成乾宫 是 皇娘 成乾宫无人居住 韩氏住那儿正好 皇上 成乾宫 以为顺成乾坤 乃是非楚非不得住的地方 那你让韩氏住哪儿 要不要你来给朕出主意啊 臣妾不敢 臣妾只是想 或许有更合适的殿宇啊 自然了 这一切 还是皇上说了算 皇上 成乾宫是六宫殿宇 外命父我不得善据 还请皇上三思 皇后所言有理 皇帝 你对韩氏如何封告安抚都无妨 只要是 那儿子就奉皇娘的旨意 让韩氏入成乾宫 为成乾宫的主位 皇帝你曲解了哀家之意 难不成 你决意要让韩氏入后宫吗 请皇娘承去 皇帝 皇上 韩氏刚刚御前殉死 眼下即刻入宫 只怕她心性未逊 皇后啊 朕自有分寸 皇后不必多言 李渔 即刻打理成乾宫 若打理不好的话 朕唯你试问 这儿 都散了吧 朕回养心殿了 恭送皇上 请随我来 太后 奴才告退 皇帝说是奉皇太后一旨 你们都坐在此 可曾看见哀家下过什么旨意吗 儿臣无能 请太后恕罪 皇后你的确无能 但咱们皇帝 心气太硬 谁也动摇不了 哀家原想给韩氏一个外命负的名位 让他可以安然度日 也可安抚 韩步那些其余人等 却没成想 皇帝陡然生了招纳后宫的心智 此女入宫 此女入宫 怕是后宫 将无宁日啊 哀家回宫了 恭送皇儿娘 恭送太后 好 都算了吧 今日之事真是害人听闻 若非亲眼所见 我真不敢相信 皇上简直像是迷了心窍一般 我陪了皇上大半辈子 从未见她看一个女子的眼神 如此一览清明 皇上一身雄怪大律 为何到了中年才这把流发少年矿 或许是一时之幸呢 不过姐姐 韩氏既然已经入宫了 眼下由不得咱们了 在皇上那儿 姐姐还是谨慎为先 少说为妙吧 皇上如今这个样子 我说什么 她还听得见吗 不得咱们 نہ Kristen �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